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看到塔州的民宅了 对吧 这都是民宅 这地方房价贵吗 就还好 是吧 ok 你可以smile for the camera 笑一个 因为这边的小动物 晚上在院里站会儿能听见袋鼠 那个堕地的那个声音 ok 然后这是我们客厅 冬天有的时候冷的时候 我们会在这边把壁炉点着在这取暖 我们家是4个人嘛 然后240亿州不包任何病 我是暂时没有见过 但是我有朋友说在这边看到过鲸鱼 其实你这个问题 对啊 因为在墨尔本 我原来是在墨尔本待着嘛 在墨尔本的分数已经太高了 而且现在不是已经达到90了嘛 所以肯定毅然决然的来塔斯玛尼亚了 然后破巴特肯定是有差别的话 因为我在墨尔本的 怎么说呢 个人生活没有很多 我就来这边以后 没觉得有什么差别 有亚超 有World Wars 有Cose OK 对 这边基本上到我想想几点 可能十一 十点半 十一点左右以后 基本上如果饿了 可能只能去吃麦当劳了 但是在墨尔本 那Box Hill那边随便吃啊 对 我觉得我来这边以后 跟外国人的交流 要比在墨尔本要多了一些 首先你买东西没有那么多华人店了 再一个就是你要去办一些 就像说换车牌啊 还有换你的Jose License 还有其他要办一些东西 需要打电话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自己去弄 然后都是外国人 就没有那么多中国人了 我觉得这还可以吧 挺顺利的算是 说没有比想象中的要差很多 就是毕竟来这边还是学习嘛 就是来这边学习 以学习为主 然后空闲的时间 可以跟朋友们去逛一逛 然后因为这边中国人 毕竟还是没有那么多 可以平时去桑桑海吉士逛一下呀 偶尔跟外国人交流一下 什么的也是 要多一些吧 因为可能是因为跟我的课有关系 我有几门课是纯外国人 没有什么中国人的 我们小组就是纯外国人 我在墨尔本 说实话是没有这样经历的 基本上都有那么几个中国人 或者是纯中国人的 我觉得还是应该在 好 好 好 我们一般都是下课以后 然后几个朋友会结伴 然后来到图书馆 找一个位置就开始学习 但是一般位置很难找 因为你们也看到了 图书馆的人很多 基本上能找到一个位置很不容易 我觉得这差不多吧 怎么说呢 可能跟选课有关系 像我上学期的话 就感觉轻松一些 因为毕竟我也刚说了 我的specialization是environment的 所以它那个是两学分一门课 我上学期只有三门课 进门课是两门 就会轻松一些 那我这学期是四门课的话 三门有很多 基本上每周都要教两到三个 这样虽然字数有多有少 但是就是很忙 设施这一类的足够满足我个人的生活 不过如果说留在这儿 那肯定踏踏实实的留在这儿没问题 不过归根结底 如果说多年以后发展 肯定还是要回大城市发展 这个肯定是 但是目前为止近些年留在这边 我觉得完全OK 没有什么 我看起来是一个好处的东西 ayn some ways. 只 given as long a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prepared for university and that UTAS is providing them with the support they need to achieve their goals. with the move into the city as well i think it will grow, actually expand the ability of the UTAS to house more students because they're obviously going to plan for that in the future and hopefully being in the city with the UTAS spending all this money will actually have some affordable accommodation that is quite easy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get. oh yeah so i had a chinese group mate im my group and he did 3000 words towards our 10.000 page assignment our 10.000 word assignment sorry it wasn't professional english it wasn't up to the grade of what a first year engineering student should be able to do and so i went through it and corrected all of his spelling and grammatical error it's a problem with his ability yeah not attitude no not attitude at all it was just he didn't have the language 现在就是风太大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景色是特别特别漂亮 吃点生蚝补充一下能量 然后其实非常非常惬意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窗外 这个地方因为塔州现在是冬天 要靠近南极 风很大 等太阳下山了之后就很冷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火炉在这边很暖和 谁说塔州没有灯红酒绿 看一看你周围的夜景 对吧 看 Handiton Fitness 靠西 进股门 因为我见一会儿 我这盏灯就要灭了 我睡了 大家晚安了 好 好 来吧 我们今天来个人